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展现文化的态度和价值 让文化先站起来作为一个沟通的最好的桥梁 本期艺术名家 中国现代琉璃艺术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张义 杨慧山 上海太康路二十五号 琉璃艺术博物馆 张义带来了他的作品《焰火禅心》 就在不远处 杨慧山创作的《成名之物》 早已静静地等待着他的到来 仿佛是一个圆 终于在这一刻闭合 琉璃无言 却依然能对话 这个始终站在杨慧山身后的男人 正用着另外一种方式 再一次深情凝望 他们共同走过的二十七年 其实你很容易发现 那个《花朵》是 不管是慧山的作品 我的作品 一个共通的表达 因为我想 慧山是女士 她有权利对《花朵》 非常自在地表达她的喜爱 可是对于我这样的人 我对花有我自己的看法 因为你每次看到花的时候 你想到的是 除了美丽之外 下一个应该是凋落 那么在那个矛盾之间 我想对我而言 花朵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象征 表面上两个人都在说花的故事 用的方式可能是一个对比性的 炙热翻滚的火焰 互为成名剔透的花朵 仿佛是这对夫妻 一路行来的真实写照 杨慧山与张艺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是台湾家喻户晓的两个名字 杨慧山小姐 杨慧山曾两度多的金马影后 张艺则是台湾新浪潮电影的弄潮儿 然而在他们相识的最初 大导演压根没有看上这位 被称为天使面孔 魔鬼身材的名演员 我最早跟灰山合作的是 郁青嫂 我们跟很多人都说 我真的对杨慧山来演郁青嫂 对我做一个导演 在第一念头上是 我说给我三个礼拜 我就把它干掉 因为我不会接受这个人 去演郁青嫂 郁青嫂 你不能这样对我 我什么都没有 只有你一个人 你要是这样子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郁青嫂 改编自台湾著名文学家 白显勇的同名小说 在诸多以现代文学为蓝本的 女性题材电影中 堪称叫楚 也是同时代电影中极少数 能以大宏观的时代背景 阐述个人观点的经典之作 张义对这部个人作品期待甚高 却迫于投资人和市场的压力 必须启用当时炙手可热的女星杨慧山 面对来自导演不信任的目光 杨慧山推掉其他片约 刷戏多年蕴染 把自己还原为一块空白画布 让张义尽情挥洒 全力塑造 杨慧山极其认真 甚至可以说是有些自虐的表演 最终打动了桀骜不驯的张义 我们在摄影棚里面大概是39度到40度 我所有的工作人员没有办法穿着衣服工作 尤其灯一打起来 那个早期的灯光摄影棚之热 这个小姐是要演春节的戏 她要穿上厚的棉袄戴上头套 我自己常常开玩笑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偶尔有同学的电影 说张义来客串一下 我才去客串了两分钟 导演就说你下来吧 我说为什么 我那个汗是一直流下来 我穿这个西装 我西装那个汗是塌到外面去 整个西装都可以湿了 所以我没有吃这行饭的命 可是对慧山而言 头套戴的在摄氏39度的时候 你看不见汗 这么大的特写 看不到汗 我们每个人都问你汗哪儿去了 他说他的汗是沿着这个头皮 流到后面去 所以我想有时候这个老的话说 这个主师爷赏饭吃 他真的赏了杨慧山这个人 他的那个不光是作为一个演员 而是那个工作的意志跟热情 凭借传统的影像观念 与现代感十足的伦理诠释 张义令杨慧山捧回1984年 第二十九届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奖 此后他们的合作接踵而至 第二部戏 我这样过了一生 更是囊括了1985年台湾金马奖 最佳剧情片 最佳导演 最佳改编剧本 最佳女主角四项大奖 都在人们认为这对台湾影坛黄金搭档 事业最如日中天的时候 他们却在最后的一部戏 《我的爱》中遇到了琉璃 也从此布出了宣华幻丽的电影生涯 迈进忽光忽影 四进四洞的流离世界 你现在回想27年前 对所谓的张义跟杨慧山会 进入流离这个行业 你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因缘 可是你也回头可以说 这是个命中注定的事情 真的凭什么 两个在电影圈好好的工作着 看着一些人家带来的 所谓的国际的流离的作品 你会起心动念 我想对慧山27年我不知道 我自己常常觉得恍然如梦 我到现在 就算现在我在看 所谓的流离这些作品 不管是我自己的 还是这些国外艺术家的 它还是一样在打动我 就像当初我在看 这个材质可以做创作 那个对我那个强大的 那个吸引力跟那个魅力 到现在依然不减 然后一直觉得 这个材质的创作空间 还有很多可能性 所以流离的好处是 它就是让至少 我个人觉得让创作的人 你会对它有 不断地想去发掘它的 它的那个特质 可以去做怎么样的创意的呈现 我觉得这是这个材质 非常特殊迷人的地方 1987年 杨慧山与张艺收购了台湾 一所破产的水晶厂 在这座陋雨连连的建筑里 成立中国第一个现代流离艺术工作室 流离工坊 开始了自己的创作 然而艰难的起步 将两人带进了债台高筑的境况 每当回收起这段 负债7500万新台币的往事 张艺常常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当铺子 卖房子 甚至连父母兄弟的物业也压上了 却完全不知道明天在哪里 在那些艰难岁月里 杨慧山有时还要在寒风刺骨的工作室 彻夜留脸 亲手在冰水里 搅拌会有玻璃纤维的石膏 然而最让他们震撼的 不是这种种艰辛 而是当他们终于摸索到 拖腊铸造法神髓的时候 他们惊讶地发现 这种所谓只有法国人才能掌握的技法 其实早在汉代就已经十分成熟 只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被中断 被遗忘 你想得更深沉一点 什么样的一个文化 它的内涵里面 在唐代就说 彩云亦散流离翠 是不是 什么样的文化里面 当我说拖腊铸造 等我三年半千辛万苦 负债什么七千五百万 你突然知道 在中国的所谓的金驴 就是中山靖王的墓里面 它的那个金驴 两个小小的耳背 那是中国现在出土 最早的把高千倍的玻璃 研磨成粉 铸造而成的文物 你就会问你自己 今天的琉璃 我觉得对琉璃工坊 对张艺杨慧珊 不是只是一个 是一个安身立命的东西 也不是一个什么产业 我觉得可能是我们这样的世代的一个沉重的文化的包袱也好 反省也好 这个一掌营卧千年沉重的汉代耳背 成了张艺和杨慧珊还债之心 那一年 琉璃工坊诞生了 沿用中国汉代以来对玻璃的称呼 张艺和杨慧珊 有意地将其正式定义为琉璃 除了强调对思想 对情感的自我期许 更注重了民族文化的使命感 他们要在断掉的琉璃艺术期待之上 将属于中国人的情感和故事 用琉璃工艺语言表现出来 看到这些作品 然后用这个技术做出来 然后跟这个历史 跟这个时空的连结 我觉得在我们来讲是兴奋的 是开心的 当我们掌握那个技术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合伙的伙伴都说 太好了 哇 这个是挖到一个金矿 我们现在应该如何如何保密 慧珊跟我那个时候 我们就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拖拉铸造 原来法国人认为是他们的东西 而我们发现在我们的汉代 就有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这个中断的两千年 我们要怎么解释 我们唯一的说法就是 中国人就是祖传秘方嘛 所以那个时候会山决定是 任何展览 我们去展示这个技巧 去告诉所有的人 琉璃为什么要叫琉璃 在与全世界一流 现代琉璃艺术的同台中 杨慧珊透过琉璃色彩透明的特质 创作的诸多作品 格外璃璃璃耀眼 他以强烈的传统中国语言 融合了现代思想 加以琉璃拖拉铸造技术的高度掌握 为国际的琉璃艺术界 提供新的事业 你一看的时候 你会非常吃惊 他怎么会做到这样 而且他不断地有新的作品推出来 我是不断地受到了震惊 尤其是那个陈明之物 后来被康宁博物馆收藏 就在那个博物馆的时候 我就问 我说张一啊 他还回来吗 张一说 他回不来了 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是蛮伤感的 因为你对作品的热爱 你怕他离去 一次又一次轰动地展出 一浪又一浪如废的嘉评 他们被誉为 当代琉璃艺术的开拓者与先锋 然而就在这 可以享受掌声和鲜花的时候 他们遇到了敦煌 从此开始了新的跋涉 敦煌归来后 杨慧山的佛像作品更加柔软放松 恰如明沙山起伏跌宕 线条若有若无 不再局限外形 更强调情感的表达 心境快意驰骋 以前被视为瑕疵 想风设法避免的气泡 脱胎成为流动的语惠 令人惊喜的元素 更让作品充满了活泼的声明力 进入时空呼应的思考 慧山回来 他表面上是做了这一个一个的小的像敦煌的佛像 但是他用这个重新的再铸造的方式 突然间他就有一个 一个飘移 一个时空的感觉 所以你会觉得所有的东西 一下又实 一下又虚 所以你会觉得这一层一层 它几乎就像那个宇宙 像那个沧海桑田 所以我想 可能世界上没有一个创作的语言 可以像刘璃这样子 把这个故事说得那么动人 敦煌留给他们的 还不仅止于艺术境界的提升 参观敦煌时 他们被告知元代壁画 牵手牵眼观音 由于环境因素 将在未来逐渐脱落消失 杨慧山文之当即决心 要把造像以琉璃材质来表现 他亲自观摩壁画 雕塑几乎是相同大小的立体造像 在日夜不眠不休五个月之后 台湾发生了921大地震 一米多高的泥塑原型 从工作台上摔到地下 断裂成树段 然而杨慧山没有放弃 他重启炉灶 八个月后 第二尊约二米高的泥塑作成 被永久收藏在敦煌寺院内 而后杨慧山更发下大院 第三尊高达4.5米的牵手观音 预计用18年来完成 他必须超越那个兴趣而已 就是那个喜爱的程度 那个狂热 是要远远超越这所谓的兴趣 因为我们在过程里面 其实我不能否认很辛苦 要花很多的时间 某种程度是生命里面有些的抉择 比如说我会用很多的时间 就是牺牲掉睡眠的时间 牺牲掉某些东西去 我也不能说用说字换取 而是当你的兴趣 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 就我刚刚说的 其实它是没有界限的 目前的彩塑 只是通往流离之路的第一步 之后还将进行翻模 胶筑等工艺 这项前无古人的宏愿 面临最大的挑战 还是十八年里 人生存在的际遇变化 1998年 张一他第一次有心肌梗塞 过去我们在谈生老病死 对我们来讲真的是有距离 尤其生老病死 年轻的时候 总觉得那些好像 不关我们的事 可是那一次音乐来得很突然 你突然间 你会突然间你明白什么叫做无常 张一大病之后 杨慧山也因操劳疲惫 左耳失踪 生命的脆弱和人生的无常 让这对相爱的人 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出入同行 相伴相随 在琉璃工坊里 张一是总设计师 杨慧山是将蓝图变成现实的实践者 在工作之外 张一则像颗可依靠的大树 为杨慧山遮风挡雨 杨慧山曾说 张一最懂我 如果我有任何成就 那也不过是他光芒的反射 而张一也开始慢慢走到台前 尝试自我创作 以作品与爱人分享呼应 我之所以会比较积极地去 应该说发表一些东西 主要的原因是 我开始觉得会有一些遗憾 因为27年 其实我一直在观察琉璃工坊 我很少提出我自己的意见 但是对于既然有一个艺术家 叫杨慧山的时候 他的风格的统一是很重要的 因为慧山既然是那样的人 很多他的创意跟他的风格 应该是一致的 但是因为风格的一致 有很多其他的风格 他就进不来 在过去也许我就觉得 也就这样子吧 但是因为从去年到今年 我想我们毕竟经过了一些 比较大的生命上的历练 因为那样子的历练 你就会觉得 其实何必在乎 我自己的某一些 应该说落相 就我老觉得我是电影导演 我就应该退到摄影机 老爷也可以到目前的意思 一甲子人生岁月 如今这对琴瑟和鸣的伴侣 依然深耕在他们的琉璃之梦中 他们探索出琉璃艺术 在现代生活中设计的种种可能 将其融入衣食住行 实现了工艺美术新的产业业态 他们搭建琉璃艺术博物馆 向世界呈现中国琉璃艺术的光芒 也向中国引戒国际琉璃大师作品 张艺说 产业容易文化难 希望不断创作有益人心的作品 搭建桥梁 让更多人了解琉璃 并建议思索文化的态度 和文化的价值 我一直最喜欢张艺提出的 有文化才有尊严这句话 那这么多年我们也是一直 在这个概念下努力地去 自己要先做到 努力去推动这个观念 那我觉得这种观念是 要不停地去提醒 去反省 你才有可能有累计 才可能会改善有进步 我想琉璃工房从开始 包括我们今天在两岸的走动 我们最重要的目的 也就是让那个文化先站起来 作为一个沟通的最好的桥梁